華燈初上的羅東夜市 巡迴人潮沿著陸服不大的巷弄 緩緩流動 雖然人潮氾濫 要轉換成前潮 還是要有幾分能耐 來 想吃手可以自己挑 兩隻香腸三個小腿 一個腿排 兩隻細心 還有九份吧 四個小腿 還有呢 攤商招呼邀禍 擺出最佳色相 各展身手要在自家攤位前 攔截人流 魏豪翼的這一攤 國色天香 肉欲騰流 讓人看了口水直流 這個味道還蠻香的 很入味的 然後那個炭烤香 甜甜甜甜的 第四次了 因為這間很好吃啊 很嫩 對 多汁 遠遠走過去 都被你的味道吸引 他們不是看到 而是聞到 才去注意到我們 施展迷魂大法的 是在攤子後面忙碌的 烤生魏豪翼 緊挨著兩個大爐邊 仔細探望 右手時不時 在下方的木炭開口 和上方的爐口 快速進出 火中取肉 頗有預言故事中 法國貓咪火中取粒的冒險俐落 火太大還是怎麼樣 隨時都是一定會去燒到衣服 有時候夾子夾太慢了 為了爭取那個速度 就是直接手抓了 就快點進去了 對 因為我放好木炭之後 要快點上來 顧上面的肉 所以都每秒必正 掛筒內一串串肉品 一圈一圈懸掉其中 炭爐烈焰噴發明火逼摧 要在極短時間內 讓外層皮像收縮 將內裡肉汁鎖住 保持彈牙的汁口感和鮮甜味 腿排 香腸 雞心 脖子 三層肉 我們的招牌是屁股跟翅膀 還有小腿 這三樣是我們的強項 哪一樣最好吃 對我來講都很好吃 那有臭皮 也沒有臭皮 就真材實料這個東西 魏豪翼的自信 真不是口說無憑 他的真材實料 不見冷凍肉品 全是生猛的小鮮肉 生肉和明火直求對決 百分百炭烤熟成 外層皮脆爽口 內裡有浴火熏香滲入 風味遠勝鮮滷再烤的 半吊子烤肉 但每一種肉串 需要的熟成時間不同 共演一爐可就考驗了 魏豪翼的火候功夫 走溫度都是不一樣的 只要一個角度不對 就直接黑了 不能離開 一刻一秒都不能離開 一個眼神都不能有一個賞識 沒有就功虧一虧 常說十年磨一劍 一個工作做了十三年 就算還沒練成達人 應該可以稱得上資深吧 儘管如此 魏豪翼在心態上和行動上 都還是當初剛剛頂替岳父 站上爐邊主衛時的戰戰兢兢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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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